行政运环保署在今年的1月1号 是开始实施了限速制度 紧接着又寄出了塑胶吸管的限制草案 预计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上路 民众可能会开始使用环保吸管 不过要怎么选择跟清洗 把时间交给记者 乐乐斯 哈喽主播 菲苏维基可以说是全球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那么行政运环保署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了限速的制度 针对国内14类的产业 寄出了不得免费提供购物用塑胶带的一个限制 那么紧接着环保署又在今年的6月8号预告了 一次用的塑胶吸管限制使用对象 实施方式以及实施的日期草案 那么预计明年7月开始就要上路了 那么草案内容限制的对象 就包括了像是工部门 公司力的学校 百货公司 以及购物中心 连锁素食店等四大类 大概会有8000家的业者 将不得提供一次性的塑胶吸管 那么针对部分有特殊需求的族群呢 环保署就建议可以自行携带吸管使用 那么业者也可以开发制造纸吸管 取代塑胶吸管 但是你知道常用的环保吸管有哪一些种类吗 那么使用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一般常见的环保吸管 依照材质可以区分为不锈钢 玻璃和竹子 那么在使用跟清洁上呢 都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以下将一一来做说明 那么挑选不锈钢吸管的时候 千万要记住这两组数字 也就是304和316L 所代表的呢 就是不锈钢的级别 那么304是使用级 那么316L则是医疗级 前者的价格虽然是比较便宜 但是不耐酸 那么后者耐酸又抗腐蚀性都比较好 在清洗不锈钢吸管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软毛的吸管刷 如果用菜瓜布刷洗呢 可能会造成吸管有刮痕 反而容易长细菌 那么玻璃吸管呢 相对于不锈钢吸管 基本上就没有所谓耐食的问题 而且因为它比较透明的缘故呢 干不干净一目了然 但是还是要建议在清洗的时候 也要避免用菜瓜布用力刷 那么第三种的竹子吸管 相较于前两者呢 材质是比较天然 那么成本也比较低 就算最后丢弃也还是会被分解 也正因为是这样子呢 和家里常用的竹筷一样 在清洗完毕之后 一定要放在干燥的地方风干 避免发霉 不过建议观众朋友 竹吸管使用大概三到六个月 就应该要更换新的 那么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参考